7月份BW展会上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解线机 在展会上的机甲半身凶像 因为它那个是整个展会展出的最大的一个机甲 当时又被深深震撼了 但说实话 当时我对解线机不是很了解 后面身边朋友介绍了一下 这是一个国产3A级的机甲游戏 里面的机甲怎么说呢 有点那味了啊 尤其是知道魔兽跟他们合作要出模型之后 我一整个期待住了 听说这次上海WF他们也参展了 现场还放出了和魔兽合作的首款机体 毛笋的灰魔 我查了一下 这是一台侦查骚扰为主的机体 它快速飞在空中的感觉还是很帅的 机体在游戏内的细节也非常多啊 目前只是灰魔 但魔形表面的细节看着一点都不马虎 以魔兽过往水平来说 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 其次就是和降魂机合作的衍生拼装金羊 黑豹和毛笋 整体完成度已经很高了 希望脸能做得更好一些 现场还有游戏驾驶模拟 不知道去现场的小伙伴们 有没有排队体验一下啊 来评论区分享分享 收玩感受吧 拜拜